首先呢我要非常地感谢我的推荐人 把这么好的事业机会告诉我们 更要感谢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没有他们的提携引领 没有他们的不断鼓励 我们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那就是做到世界第一的 陈老师跟季老师谢谢你们 我26岁来到这个环境 当初吸引我加入的原因很简单 想要跟老公一起能够环游世界 为什么 因为当时呢 他从事的是补习班 房地产的生意 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 根本没有时间陪我 因为他没有时间的自由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OPP以后 我突然间燃起了一个希望的曙光 我觉得这个改变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 所以呢 我就请他来了解 可是呢 他说这是卖洗衣粉的生意 不要找他 更不可以找他的朋友 可是我想这是一个那么有前瞻性的事业 也是我可以达成我梦想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不想来了解 那怎么办呢 我办法想尽想尽办法 我说那你是教数学的嘛 对数字很有观念 那帮我来听听看 这个制度可行还是不可行 那他一提到他的专业 当然他就说好啊 因为他怕我怎么样 受骗嘛 所以他就来了解 其实今天在这里宣布啦 我教电脑的应该也不会太差才对 如今呢 我们有了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未来 事实上 在这个环境有一句话嘛 不了解的人 跟不做的人最大 一旦深入了解以后 叫他不做很难 那 我一开始呢 我是兼职的性职 但是呢 我是用专业的心态哦 我们每天呢 进教室学习 学习产品 学习专业 学习观念 学习态度 那在这个环境呢 我们也 也学会了说 释放所有 负面的想法跟情绪 一切呢 我们用正面跟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有一句话说 我们不能够改变天气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情 那在这个环境呢 有了小孩以后呢 我们又更加的努力 因为我们想希望给他小孩子呢 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那我的女儿去年毕业 毕业以后她说 妈妈 爸爸 我想要去东非 当国际志工一个月 OK啊 去 回来休息两个月 又刚好赶上我们的什么 亚洲邮轮 又去了什么 东南亚 又休息两个月 爸爸我可以去香港 参加一个设计展吗 爸爸说 好啊 去 哇 接下来马上呢 又要跟爸爸去耶路撒冷 哇 真的是好开心哦 好幸福哦 那我的儿子呢 今年也要毕业了 然后呢 他也来到了这个大家庭 他也有了几个事业的伙伴 哇 没有想到 当初的一个决定 居然改变了世代的命运 那接下来呢 父母的这一个区块 也是一样 哦 爸爸当医生 他说 本来很担心 不放心 但是呢 当他了解到安利的这个制度 非常有保障以后 他也就很放心了 那我的妈妈今年也85岁了 哦 那他 我们因为现在有了时间的自由 也有了经济的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陪伴在他身边 哦 然后呢 也不用再透过冰冷的电话 那幸福不 那我们都知道 孝顺都不能够等的 哦 那也就是 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影片讲的 我们做安利 觉得最大的价值所在 哦 那 我觉得人生 是没有办法彩排的 那行动 也要及时 但是 改变 更要及时 哦 那 有一句话说 成功的关键 是 成功的开始 是抓住机会 成功的过程呢 那就是要大量的行动 那成功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坚持 那无知跟好奇心 其实是一线之隔 那我呢 好奇心抓住了这个机会 哦 那当然 成就这个事业的最大的工程 当然就是我的先生 钟老师 所以 重要的时间 请他分享 谢谢 谢谢 那我想 刚刚我们主持人看到这个节目在表演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真的是一句 我们都很认同的一句话 就是呢 还是做安利比较简单 你说对不对 今天哦 就是只有我这对表扬 只有我们接受表扬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 那我想呢 一开始在安利这个事业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说 哦 一开始你也是很难搞 但是我虽然是难搞 但是我讲理啊 你说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 我老婆接触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当然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我会反对 我告诉他 我认识的你都不能找 哦 然后呢 给他很多很多的限制 哇 刚开始哦 何老师做安利哦 真的是 刚开始 刚开始那几个月 就是零趴三趴零趴三趴 他不太喜欢我讲这一段 不过这也是事实 快要趴到地上去还在做 嗯 我就佩服了 对不对 有一天就找我去了解 我在想说 干脆这个趴来趴去 快趴到地上去去 听一听回来 讲几句话 他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在家里边 每天看着他 这个安利这两个字 在我 或者是安利的产品 在家里边晃来晃去 对我来讲 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 但是没有想到啊 我去听了一场OPP以后 我真的那天回来 我睡不着觉 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我自己很清楚 我做过传统生意 我们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是为了一个观念啊 这边混淆不清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一样 对这个观念混淆不清 就是什么叫正统的直销 什么叫做老鼠会 真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很怕啊 很怕老婆受骗啊 去做那个所谓的老鼠会啊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听了以后 说实在 以我过去 这个传统事业的历练 让我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 收获就是判断力 我听了我的推荐人 讲的这一套安利的制度以后 我发觉这里边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受骗 所以呢我要 我很简单的告诉我自己 我很清楚的看懂 这个事业就是可以做嘛 那能做多久上皇冠大使 老实讲刚开始 我们也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把握或者时间表 说我可以多久可以上皇冠大使 但是我在这地方要告诉大家 我一开始加入的那个时候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上皇冠大使 没有理由做不到 没有理由上不了皇冠大使 刚开始 其实我觉得很快 我也觉得应该会很快 但是没想到 开始做案例的时候 我会发觉说 怎么很多人的想法很奇怪 明明对的事情 为什么他想得那么复杂 然后想了很多 想了太多 有时候真的实在是 刚开始做案例的时候 比如说刚开始 那个二十多年前我们做案例 晚上出去跟人家讲不是讲案例 我们出去跟人家变 变案例不是老鼠会 变了一个晚上变赢了 回来很高兴知道吗 有时候常常回来 我老婆问我说今天怎样 我说赢了 那很好 赢了有用吗 他不会加入啊 有时候甚至于跟人家争起来 赢的时候很爽 后来自己想 这样也不对啊 每次都赢了一个字叫做爽 对不对 所以这样也不行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开始想 这样不对 我们应该有改变一个想法 这个角度去想 其实就像陈老师讲的 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先绝对的尊重 然后呢 再接下来 一定要绝对的影响 是不是 所以后来我们也 真的是学会了 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哎呀 安利是老鼠味 我们说是是是是 然后他说他那个怎样 就讲我说是是是 讲完以后 我们再来跟他 逻辑上的辩解 到最后 我们辩到最后就是 安利不是老鼠味 他那个才是老鼠味 他也说是是是是 所以我想其实 我们在这个过程 一开始我们觉得 安利没有陷阱 安利可以成功 但是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人性怎么那么奇怪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知道吗 我这个人就觉得说 这个对的事情我去做 哪有什么挫折感啊 那一种 我老实告诉大家 刚刚那影片讲得很好 我做安利一点都没有什么挫折感 我只是觉得你很奇怪而已 如果你不加入 不是吗 这么好的产品你不用 对不对 这么好的环境你不进来 这么好的愿景你不要 那你活着干嘛 不是说你今天不做安利 就什么都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但是 我总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 来了解 来看懂安利这个事业 其实在安利事业要成功 上聘很容易 但是有一件事情 比上聘比较难一点 这一点就是 你要看懂安利这个事业 如果你看懂安利这个事业 其实上聘很简单 它会像你的设计一样 什么时候上什么聘 什么时候上聘 它就是一个照表操课 你的组织网也是一样 会照你的行程去往前走的 所以其实我们做做做做到最后 我们越做是越有信心 我们越做越相信 其实皇冠大使是垂首可得的 一路以来真的我们走过很多的 这个安利的这个路的时候 这个回想二十多年的故事 我要跟大家讲讲不完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 有趣是什么 我们会碰到很多 那种以前你都没有想过 这个人的想法脑袋在想什么 当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很好玩 人类想法就是这样 有时候啊 你头脑清楚一点 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很多人跟我讲 你为什么要做安利 我以前的朋友问我啊 他说你补习班做得好好的 房地产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去卖洗衣粉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他 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不做安利 你先来了解看看 我为什么会不做安利 你也来了解看看 为什么你不做安利 你把这个不做安利的理由想一想 你会发觉说你不做才是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问题就是在你到底懂不懂 安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事业 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 我说你没有时间 那你就是要赚时间啊 你这一天到晚忙得要死 那你在忙什么啊 以前陈老师常常在讲 我们宁愿喔 辛苦的过舒服的日子 也不可以舒服的过辛苦的日子 对不对 有些人真的很可怜啊 他是辛苦的过辛苦的日子啊 你说这个人生哪有什么未来 我们今天透过安利这个事业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到 安利事业的他的 这个组织团队的这种 无限延伸的生命力 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 舒服的过舒服的日子 我们能够有钱 我们能够有时间去做 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坚持下来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想清楚 每一个角度都会告诉你 你是可以好好做安利的 所以我想不管你是兼差 或者是全职在做安利都OK啊 其实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钟老师你怎么爱钱那么爱钱啊 以前我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我们补习班有一个老师就私下在讲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老板 年纪轻轻的很好爱钱 连洗衣粉的钱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我真的爱钱啊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习惯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这个嗜好 我的嗜好就是赚钱以前 但是我这个人赚钱绝对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爱钱有什么错 爱赚钱有错误吗 没有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看到很多人喔 为什么他有钱你知道吗 有钱人喔 他是怎么样 这个大钱小钱他都要 你知道吗 有没有觉得 真正有些人你看他喔 他对金钱的观念是很有的 对不对 倒是有很多那些 这个 生活不太好的 你去了解他 这些人真的是 小钱看不起 那问题是大钱也没本事 这辈子你不是说他完了吗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真的在安利事业里边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透过这个事业 透过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好好的来省思 我们到底要的是些什么 在我们人生里边 有的人跟我讲说 我事业很忙啊 这个好像安利这个事业 我没有办法去从事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时间 我以前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还抽得出时间做安利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有一次讲OPV 最晚的时间是晚上2点多 我补习班的老师 拿了一个稿子给我的时候 我说 来来来 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事业 然后呢 他的那一天 实在是很困了 我还是告诉他 你不要打瞌睡喔 来来你好好的听我讲喔 讲到一半啊 我老婆起来 又后来发现 怎么旁边的人不见了 怎么客厅有人讲话 他就出来讲 看到我在跟我那个老师讲OPV 我老婆说 好了啦 人家要睡觉啦 我说你不懂啦 你跟我闭嘴 我还是跟他讲 现在想起来 手段是不对啦 对不对 这个过程不对 真的人家2 3点还听你讲 当然他一直听一直打哈欠 我还告诉他 不可以打哈欠 好好的听 但是 我的那个企图心 那一个 狂热的一个目标感 各位 这不就是成绩我今天 能够上皇冠大使的原因吗 你回去好好想喔 其实很多人会 我们跟人家讲案例的时候 他会讲了很多 哇 案例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能够做案例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你这些的理由 好好地去想一想 其实很多人讲 不要的理由 刚好就是你要做案例的理由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小孩 我们走过的这一段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把案例做起来的 我们才是真正为小孩 找到他自己人生的未来 最起码 我们也为他打下了人生 后半辈子的基础 你说对不对 这才是真的是为他嘛 所以我想我在案例里边 真的我就觉得 我就是一个 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 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啊 就是靠思考去看 你该不该做案例 光是从这个逻辑上 你就好好地去想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 能够接触到这个机会 接触到这个环境 我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对的事情 我很坚持地去做 那我是很理性的 理性到真的 我老婆常常讲 你这个实在太浪漫了 太理性了 情人节从来没有送过她花 我常常在问 我都问她为什么要送花 送资料袋不是很好吗 这个花两三天去凋谢了嘛 对不对 送资料袋 她没有加入就加入啊 有加入再去推荐人 不是很好吗 这不是很实际吗 对不对 我连我的生日喔 真的我们的团队在这里 他们可以作证啊 我很怕 其实我这个 很怕那种 人家帮我庆祝什么 我就是感觉到说 这个浑身不自在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生日 我绝对是躲起来 我生日那一天 我一定把手机关掉 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回高雄陪妈妈去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的生日做这个 我生日的那一个月 我绝对不会到 我的团队的任何一个教室去 因为我就是怕他们 又等一下又来了 又灯光又暗了 哎呀这个 这很累人的事情 你说对 你觉得对不对啊 我就是 我是很简单 这种想法的人 是不是 我喜欢很自由 做案例就很自由 然后能够去实现自己 理想跟梦想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 常常我跟人家分享 案例这个事业 到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就是一种人性的拔河 所以我们要很坚持 做案例这个事业 我今天要送给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真的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能够在案例这个事业 这样很稳健的往前走 我告诉你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真正的好好了解 什么叫做案例 你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你要了解到你跟人家分享案例 是一份 觉得是一件很荣耀 很兴奋 而且是觉得说 你是在真的是 把一个机会 把一个好的产品 去分享给别人 你是一种很兴奋 去跟人家分享 你心里面 没有那一点点的疙瘩 去跟人家讲案例 好像怕人家会 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种想法都不对 我常常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 他得了一个 就是精神妄想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 精神病的疾病 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老鼠 所以呢 他听到猫的声音 就躲来躲去 就跑来 他就怕得要死 怕得要死 他常常把家里的这个 家具 打得东倒西歪 只要隔壁的猫在叫 他就跑来跑去 要躲起来 各位如果我们家里 有这样的人 会不会很困扰啊 会嘛 这个家人就把这个人 带到医院去 然后去给医生去看 医生说 这个很严重喔 就留下来 医生每天告诉他 你是人 你不是老鼠 你看看你穿衣服 老鼠没有穿衣服 对不对 你两只脚走路 老鼠是四只脚走路 对不对 老鼠有尾巴 你没有尾巴 你是人啊 你不是老鼠啊 讲讲讲讲 好啦 没多久 这个患者跟医生讲说 医生医生我告诉你 我知道我是人 我不是老鼠 医生说真的吗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知道 你相信你是人 因为 你看我有穿衣服啊 他没有穿衣服啊 我有洗澡 他没有洗澡啊 对不对 我没有尾巴 他有尾巴 我两只脚走路 他四只脚走路啊 哇 把医生跟他讲的那种背的 非常的清楚 医生听了以后 嗯真的 他说问了 再问一次 你真的相信你是人吗 他说我真的相信 好 那恭喜你 你可以出院了 就找家人来 要把他办出院 结果这个家人来了 就跟他办出院的手续 结果出去了 走出去这个医院没多久 他又慌慌张张的躲进来 那个样子跟刚进医院的时候 是一样的 医生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刚慌慌张张的躲进来 他说医生医生 你那个医院门口有一只猫啊 蛤 你不是已经知道你是人了吗 你为什么还会怕这个猫呢 他说医生医生 我知道我是人 我不是老鼠 但问题是那只猫知不知道啊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你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清楚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情 你是人啊 阿力是一个很好的事业 你不必去担心别人 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 事实是最重要 事实是胜一切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想 如果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 对真理一点点的这种坚持的勇气 所以我告诉你 你阿力这个事业 一开始的这个起步 你就会走得很稳 你要相信阿力这家公司 他的制度 他的产品 他的文化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整个家族的那一种 他们的那种内涵 真的是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今天真的做到 我们越往上面走的时候 我们越觉得 今天我们何其荣幸 能够跟这样的家族 这样的事业合作 我真的是要告诉大家 你今年是兔年 这个我相信大家运了 今年都很不错 我常常跟人家讲 说这个如果你要看命 我来帮你看很准的 知道吗 我是中铁嘴 知道吗 我只要跟你聊几句话 我就知道你这个未来的人生的命运 会是如何 要不要学 要很简单 我跟你聊天 我若要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听得进去吗 如果你听得进去 表示你运来了 是不是 如果你还是听不进去 那就表示你的运还没来啊 很简单 所以我们人生的 这种抉择转折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很理所当然的这个逻辑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真的我走过案例这些年 真的我们之前 只是觉得很多的奇怪 但是后来真的做案例 刚开始我们在带团队 说实在的 我刚开始做案例是 兼差做案例啊 我兼差就做到EDC啊 没有掌声喔 诶 试试看啊 你来试试看 兼差没关系 问题是你的心态 有没有专职 对不对 你兼差的时间 但是你用一个很专职的 这种很专注的心态 来做案例 这也是OK啊 所以我为什么能够 兼差就能够上EDC 刚开始我们在带领这个团队 在营造这个团队的 氛围的过程 真的 因为我兼差做案例 所以我就有很多的时间是很很宝贵的 我也没有那种耐心喔 就找伙伴来沟通啊 宝贝啊 像陈老师这样 宝贝啊你应该怎样怎样 我真的是在 我就没有陈老师那种耐心啊 所以我们刚开始做案例 真的是 哎呀干脆喔 懒得解释用规定的 就是规定 就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懒得解释就用规定 因为时间 说实在也不是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呢就 照表操课 然后呢 这个每天照表操课 严格执行 我老婆常常讲说 你这样喔 这么严格 这个团队怎么会受得了 我说哪样受不了 受得了的就成功啊 受不了的就回家啦 对不对 我老婆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终于是找到了答案 她说你这么严格 这个部队就像去打战一样 还没有上战场 全部都被你枪毙光了 怎么去打战 我后来想一想也对啊 对不对 不能够这边也枪毙一个 那边也枪一个 对不对 我这样这个部队 找赛多了也不够用啊 是不是 所以呢我想真的 在那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真的是 接受了很多的挑战 自己的改变 我常常在讲 我们要改变啊 不改变是不行 我常常在回想 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进步的当中 你看看 我们那个年代喔 我们的父母 经常跟我们讲 哎呀你要认真 你才会怎么样 出人头地啊 以前是不是讲努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对 但是呢有时候也不对 为什么 光靠努力行吗 不行 是不是 所以以前 从这个努力的那一种 农业社会里边 然后到了 后来我们讲说 要有效率 对不对 到后来 有效率好像也不够了 要讲究创意 对不对 好啦 后来很多人发觉创意 也不晓得到最后 会是什么样子 真的我们找到了两个字 能够 能够跨越这时代的这个鸿沟 就是改变 我们要改变 改变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 而是从过去的 那个传统的 有价值的基础之上 我们好好的让它 重新赋予生命 重新去看到我们的未来 这个就是改变 所以呢 我们有了这种想法 我们也积极的在想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团队脱胎换骨 我们原本就是一个 我常常说做案例 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一个是激情 另外一个叫机制 其实我以前常常在团队 我们常常在重视在机制的这一方面 所以呢 团队的纪律 效率 我们要求的很严 但问题是整个团队 好像觉得没有那种生命力 那种激情是不够的 就在我们非常 在想 诶 怎么样子去让团队改变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谢谢老天爷 看到了我 听到了我的声音 终于老天爷 让我跟陈老师 能够跟陈老师 有机会跟陈老师学习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 如果没有陈老师跟季老师 没有今天的钟毅宏 会这么快的上皇冠大师 我在这里感动到 感受到那份激情的真理在哪里 说实在我这个人 以前我们被训练的就是 在家里啊 常常被我父亲训练 狼儿子不可以哭 狼儿子不可以怎样 我是一个 你看起来外表很刚强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这个是一个什么 我们是一个 这个内心里边是非常非常 这个感情是很丰富的 看得出来吗 这种潜力 这一份的激情 我们如果去把它激发出来 其实我在陈老师跟季老师的身上 我去看到了就是一份真情 一份真正的真情 一份真正的爱 还有呢 更多的宽容宽恕 让一个人感动 而打从他内心的本质里边 去挑动他内心的潜力 我觉得真的是 在这地方要再次的谢谢 我们的季老师 陈老师 谢谢你们 我记得我从长大以后 二十岁以后很少哭啊 真的几乎没有哭过 很多的 这一二十年的岁月 我就在梅花的团队 奉献了我二十岁以后的 第一次的哭 就是在这个团队里边 掉眼泪 那个感动 所以我想真的 老师的那份真情 我很难想象 我上聘 关他什么事啊 但是他比我更高兴 昨天晚上 我们还 在另外一个地方 孟时代 我们办了一个 钻石的一个庆祝晚会 也是由我们 南部的领导人 我们的小鹏 小鹏老师 非常的優秀的 这个 这个 鹏雙钻 来为我们 我们举办了这么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 我们的庆功宴 真的我非常的谢谢 所以一路以来 我就觉得说 受贵瑜 受老师这种 这种感动啊 还有呢 我都觉得说 他的那种细心 他对一个人的那种细微 我每次想到 老师对我的好 我都必须去压抑 那一份情感 因为我很怕 如果我掉眼泪 我是不会讲话的 真的一路这样走过来 非常非常的谢谢 所以我想呢 今天在座有很多人 你进到安利这个事业里面来 你要很清楚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当你了解安利 是一个怎么样的事业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安利是你自己的事业 你要有一份 谦卑的心 你要一个感恩的心 你要一个学习的心 如果你不谦卑 你看不懂安利的 你如果带着传统的傲慢 走进这个教室 你永远看不懂 这里有多浩瀚 我看了很多人 进来的时候 就是那一份 说实在的 你还没有看懂的时候 其实你的表情 你的表现 我们就很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看懂 安利这个事业 所以真的要谦卑 要有谦卑的心 要有一份感恩的心 如果你真的看懂 安利这个事业 你会非常的感恩 老天爷这辈子 给你有这个机会 来接触这样一个事业 来跟这一群的良师益友在一起 你必须有一份感恩的心 然后你知道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你有一份感恩的心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 在安利里边 我要送给在座很多的 还没有到安利事业里边来的 这些朋友 我告诉你 情绪 是你必须要第一个去管理的东西 我在安利看太多的人 就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什么 常常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常常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情绪的东西 就是我们常常 有时为了人家 对我们的那种不尊敬 不尊重 你就耿耿于怀 对不对 到教室去 看到领导人忘了跟你打招呼 你看 这个领导人 你看 忘了我是谁了 对不对 然后那种情绪 那种不必要的想法 都不必要 如果你没有人生的阅历 你会很在乎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人生的阅历 你知道这是一文不值 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 我们的九九在的时候 有一次他跟我谈到 他说啊 钟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喔 我只要我的横排 二十条线都上钻石 你叫我王小弟也没关系啊 真的 我告诉你啊 真的 这一句话多么多么多么 有人生阅历的这种哲理 是不是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 我们建立的一个组织王 对不对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世世代代的人生的一个 一个梦想 这才是我们在乎的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学会 慢慢学会 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在安利里边 安利不会让你有任何的 这种损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只要学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呢 让你的思维 绝对百分之百的 积极正面的想法 这就是一个绝对值的原理 你要相信 在安利里边 你只要积极正面的思考 其实对你来讲 对你的团队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往好的地方去想 永远从感恩 去想到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座有很多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觉得说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舞台是你要的 很简单 就是这一些你注意的 最后就是你要一个学习的心 来到安利这个事业 你要好好的学 学什么 很多人以为只是安利的专业 因为我告诉你喔 安利的专业 只是我们学习里边的 一小一小部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问题 我们安利的科学家 都把门解决了 如果他真的是内行 他是专家 你不用怕 把产品拿给他 给他看 你问他 你觉得怎么样 他如果告诉你 哎呀 你的净水器也不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他的专业也不怎么样 很简单嘛 是不是 所以其实专业只是那一部分 其实我们在安利里边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学的是那种 你的思维 你的想法 我刚刚讲的 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都把它怎么样 去掉 对不对 把内心那种很奇奇怪怪的想法 都把它改变过来 这个是你很重要想的 态度啊 观念啊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陈老师 他常常用教育的角度 在带领这个团队 这个就对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在安利世界要成功 你一定要通过两个关卡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你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第二个是你要正确的价值观 如果你有正确的人生观 跟正确的价值观 你走在安利的这一条路上 真的 你会走得很平稳 这个是需要环境来教育你的 一定要透过环境来教育 你不要太聪明啊 很多人就说 哇 自以为是很聪明 做安利不需要聪明 这个高明一点就好 做安利也不需要太精明 英明一点就好 所以呢 你就好好的来到这个环境 你相信这里已经够好了 真的你要相信 不要自己自以为是 我告诉各位 我现在的收入是我的推荐人 几十倍搞不好上百倍都有啊 各位 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公平 因为我在做 只有我的上线觉得最不公平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太聪明 知道吗 有些人聪明没关系 问题是你自以为是 自以为了不起 那是不对的 真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在安利事业里边 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进来这个教室 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学些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安利真的能够让你实现人生的梦想 其实我刚刚看了那一段 我妈妈的那段影片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非常谢谢公司 这么用心啊 哎呀我真的是 我很少掉眼泪 我看来我真的是掉眼泪 我很怕那种情绪再上来 我时候在上面 哭给大家看啊 我们每一个人做安利 很多的理由都是为了家人 不是吗 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很孝顺 但是孝顺不是用嘴巴讲的 孝顺你不成功 你怎么孝顺啊 是不是 你要给孩子未来 如果你能够走在孩子的面前 你有一个成功的事实 成功的经验 你还怕你的孩子将来会没有未来吗 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透过安利这个事业 真的我们上了皇冠大使 我今年就要实现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梦想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今年就要去跟教会的朝圣团去耶路撒冷 我要带着我的女儿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这是我自己内心里面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我想我们现在上了皇冠大使 我们可以更可以走出去做我们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想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期待 讲到耶路撒冷 我就想起有一个故事 以前有个老美啊 跟她的家人 跟她的这个丈母娘 她们跟她太太陪着丈母娘岳父 就到耶路撒冷去旅游 结果在旅游的当中 很不幸的她的岳母呢 就突然间 这个很突然间就去猝死 就过世了 那过世了以后呢 哇 这位先生就非常的着急 他找了美国大使馆说 哎呀 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个地方死掉 能不能想办法把它运回去 这个大使馆跟他讲说 哇 这个很麻烦耶 你看运费啊 什么都很麻烦 就一直想办法劝他说 干脆在这里埋了就算了 这位呢 他还是不死心 他还是一直跟他的这个 跟这个美国大使馆人讲说 哇 无论如何 花多少钱都要把它运回去 哇 这个美国大使馆人 你就觉得说 你太棒了 你太孝顺了 不是你的妈妈 是你的岳母 你都这样的一个孝顺 就非常的佩服他 他跟这个大使馆人说 哎呀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听说 在两千多年前 耶稣基督在这里 埋在这里 最后第三天他复活了 所以想办法要把它运回去啊 他很怕再复活了怎么办 对不对 我想我讲这样的故事 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信念很重要 对不对 一个人的信念可以创造怎么样的行为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你能不能在安利事业成功 很简单啊 你的信念够不够强 是不是 你相不相信你会成功 你相不相信安利 你相不相信安利 你相不相信你自己 你相不相信你的团队 你的信念够强吗 如果你的信念够强 你一定办法想尽 想尽办法 要再安利这个事业成功 对不对 只有你的信念够强 你才会去坚持这个事业 今天我想 我们能够有这么 受到公司这么大的一个 这样一个 非常盛大的一个 这样的庆祝 我们非常谢谢公司所有的同仁 也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来自海内外 所有的 我们的这些朋友 真的 你的利林 会给我们更有一个动力 往前走 我知道 我上皇后大使 也不能停止 因为 老师有一句名言 叫做 我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我知道 陈老师 季老师 我知道 我不上FA40点 你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的团队 仍然的很稳健的 往这个目标 很快的 在座的各位 你一定会看到 我们用本土的分数算的 FAA的40点 各位朋友 安利这个事业 绝对值得你去做 我不会骗你 我没有理由 要骗你 你要相信 这个事业有多好 你要相信 你自己有多棒 你更要相信 你的团队 能够协助你成功 今天我们能 各位 你也一定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下一期谢谢 王文官大师 这么精彩的分享